他进酒店都得查那个爆炸物 查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要一个叫梅嫩 这是苦的那个我要尝一尝 哇 这苦的好好吃 这什么黑红骨的 因为现在中午了 正好买了一些自助餐 我们大伙吃一支 要登机了 我第一次坐泰国航空 听说是前几的很不错的 然后今天也是体验一下 看看泰国航空的商务舱是怎么样的 我们出发去泰国 然后去雅加达 登机了 沐泥黑大雪 下好大的雪 然后今天刚才晚点了一点点 因为一直在下雪 一直在清雪 怎么样泰国吗 还挺漂亮的姿色 你看单独的还比较好一点 飞前的小香槟 sante 旅途愉快了 看泰国都给了什么 这是精油 手味 让你放松的精油 果真是太好 这个是什么 橙膏 一个很大支的手游 天呐好大一支 还给了一支 这个意大利的牙膏 Marvis 然后耳塞 这个包好花呀 看 还有很多袜子 眼罩 还给了个鞋靶子 还是挺人性的 外面泡雪 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走不了了 飞机已经在这停了40分钟了 走不了 好不疲惫 又得上了一份炸豆腐 因为飞机起飞不了了 很甜汁的 看飞机在除雪呢 走不了 花滑的 终于起飞了 吃饭时间到了 看一盘去 今天的头盘是米麦 卤瑟 还有虾 面包给了 热的 还有一个大蒜的 我们要 要的这个 点了一个红薄的酒 除了煮饭来了 马萨拉 咖喱 然后这炒的 蘑菇 荷兰豆 鸡肉 然后米饭 甜品上了 甜品就是 这是果酱 百香果嘛 然后 这个是杏干 还有西梅干 还有奶酪 和葡萄 还给了一个 这个 Cruckers 然后还有一个 酸奶 可以选 和水果的酸奶 我没有选 饱餐来了 有一盘水果 然后有一个蛋 这是土药的煎蛋 它有三种啊 还有什么炸鸡的 这是酸奶 然后还有那个 Cruzzet 我没有要 面包 这底下现在是 Patiya 泰国的 这底下都是 地龙了 现在到机场 做了一个叫银鸟 Silver Bird 它其实是酒店给订的 你们要订的话 它有Blue Bird 是便宜的 然后Silver Bird 这个全部都是Alpha 这个车 还挺舒服的 商务车 所以你们下次 也可以订 到雅加达啦 对雅加达是 属于时钟性了吧 这应该是 这我们住的是 Granda Haya的酒店 20层 这是个衣帽间 这是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房间 房间就是中规中矩吧 我感觉 但最起码是个五星 因为在印度尼西亚 像雅加达这样的地方 五星总是自然要好一点 他们挺夸张的 进门的时候 车后备箱都要打开 然后检查 有没有什么炸药什么的 体下人 然后都要过安检门啊什么的 都怕有那个恐怖的 那个洗击 说明他们这儿还是 治安相对来说较差 但是城市里 目前还没出去走 所以就过来要住的话 还是住一个五星的 踏实一点吧 他们服务很好 都直接客房check in 就帮你到屋里来check in 都给你准备好了房卡 在门口等着你 我刚打了一杯咖啡 也是旅途劳顿 一直在跑 这是他的一个小羊排 然后楼底就是商场 我们准备下去转一转 是我们的箱子 在机场找不到了 最近不太顺 怎么又丢手机又丢箱呢 你看我们这报尸单 然后那个check in的行李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这个Grant High 楼里的就是商场 都是非常高端的品牌 这转表器啊 什么品牌都有 这里吃啊什么都有 这还挺方便的 转一下然后喝一个下午茶 有他们家还有松高特别有名 可能是加奶油的那个 那紫的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环境还挺好的 像个小公园 他的在商场里很优雅 突然发现这可能就是印尼 最好的商场了 什么都有 可能是雅加达最好的商场 我们来到了一个餐厅 这个餐厅叫So Thai 很大啊 在商场里面 他们家菜很不错呀 所以人特别满 然后我们就进来了 想尝一尝这些菜 看着真不错 开始点单 我们的椰子来了 Thank you 我们的新椰子来东南亚吗 一定要喝椰子 这出菜口 我们守的出菜口 东英宫来了 看 不知道正宗不正宗 按理说东南亚应该做得很正宗 你看他这个都是草菇 芒果沙拉上了 好漂亮哦 他们家不错 芒果沙拉 看着还挺美好 还在花生仁 尝尝 好好吃 特别有味 超级的 浓郁 然后又清淡 来到我们的菠萝饭 看 哇中南亚的菠萝饭 肉酥 我前面有看到了什么 吃了一个 蓝虾 泰国这个 配的是绿酱 看到吗 很讲究 泰国烤 这是什么 这是虾 我们清蒸的一个小的石斑 上来了 真正的泰式蒸石斑 还吃了一个菠萝炒饭 太好吃了 这种软糯 好吃了 不行 好 这怎么像是那个柠檬树的那个叶子 好吃 味道 我还忘了淡酱 淡酱 太好吃了 柚子沙拉 软壳切柚子沙拉 小石斑鱼 太好吃了 嫩的不行 它每个都很好吃 蓝虾 尝一口 淡酱绿蒸 真好吃 真鲜美 我特别爱吃这个蓝虾 太多了 非常好吃 我们的甜点来了 这是椰子 新鲜的椰子冰激凌 别说还真新鲜 先椰子冰激凌来尝尝 这是我吃过最新鲜的冰激凌的椰子 就跟吃椰子把它打成洞一样 很好吃 来了我们的Lilifer甜品 谢谢 椰汁糯米 这个芒果 芒果也太好吃了 就是那个香水芒果太好吃了 就是根本就在欧洲吃不到的那种芒果 芒果 真的好多 它是紫米 你看它有多脂 蓝米 太好吃 香 芝米可香 吃完了 看这数字 我们吃了139万 139万5千 芽加达的夜 有点像香港 我点了一杯火龙果 然后这个是冰咖啡 早起了 来喝杯咖啡 一时茶有门 有点没倒过来 现在就跟半夜似的 脑袋嗡嗡的 咖啡买好了 冰咖啡 这边还挺热的 看看大家他进酒店 都得查那个爆炸物什么的 查有什么问题 然后还得过安检 说明他们这边应该挺严的 酒店楼下就叫肝盘烧味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八真楼 还有一个专门吃鱼 吃燕窝的地儿 这个是吃 呃乳鸽专门做烤乳鸽呀 什么呃 馄饨茶烧啊 专门做这种 好像是一个米其里的 哦 在香港很有名的 他这个甜品特别好 叫什么 陈皮红豆汤 你看他馄饨的面 超级正宗 还有乳猪 看特是捞面 这先吃一个这个店本 然后待会我们还有 去吃那个榴莲 是不是 米其林指南 一兴生 来了我们的 辣烧面 烧鸭来了 鸭腿 因为印度尼西亚 还有那个 那个马来西亚 是不允许卖鹅的 所以 就只能是点鸭 嗯 好棒 尝一个它的馄饨 太正宗了 超级好 好吃的都不行啊 真的跟香港一模一模 太好吃了 卤猪饺 鸭肝来了 榴莲一条街 今天打着车来吃啊 我们把司机叫起来 让他们帮我们挑个榴莲 看看吃哪个 哇 这么多 他们说印度尼西亚的榴莲 特别好吃 叫什么 库克榴莲 待会儿 待会儿跳一下 这我们司机 他带我们来挑榴莲 肯定有好吃的 它有好几种啊 有一种红然的 他们说 当地人说 印度尼西亚的榴莲 非常好吃的 有一种是红然的 有一种是 苦的 What's this called What's this called Yeah I try 啊 Good How much this one 180,000 180 啊 1 kilo OK 400 400 400,000 OK Yeah Good 我要尝一下 因为这个 它有两种品种 这个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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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Good 你看 我们再要一个 叫梅干 另外一个品种 然后他们说 有一个是苦的 有一个是甜的 我们来尝一尝味道 有一个苦一个甜 This is bitter 这是苦的 那个我要尝一尝啊 哇 这个苦的好好吃 我们的榴莲上了啊 这是甜的那个 然后这是苦的 但我特别爱吃苦的味道 我们把司机也交过来一起 来一块苦的 真好吃 我觉得这个比它甜的要浓郁 然后很有厚味 这个好吃 特别好吃这个 这个 别看它小啊 特别有味 Mayday is good 友情提示一下 在雅加达 不连一条街上 一定要砍价 而且要最少对半砍 因为我们第二家的价格 才是合适的 第一家明显贵了很多 来了 我们又上小摊买了 两公斤的山竹 然后这给我们再切个芒果 然后再弄点 再弄点榴莲 尝一尝 是 今天就是水果的盛宴 哇哦 这芒果可甜可甜了 都甜到不行了 果真东南亚的芒果 就是不是一般的芒果 这个现在我们到了中国城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的中国城啊 各种的中餐 什么的 这还是个景点呗 刚才我看到小飞羊 印度尼西亚什么都有 什么海底捞啊 小飞羊啊 八宝楼啊 什么都有 这个感觉突然觉得有点到北京了 风了的感觉 那个建筑 红灯楼卖起来了 快过春节了 外看到这么多摩托 倒不像在北京 来海鲜市场 看看这有什么吃的啊 这有虾 我们点了 在海鲜市场 看我们点了有蟹 有瘦翁的 还有嘎了 我们来到这个 来尝一尝 印尼当地吃的鱼啊 吃的虾呀 我们不敢点那么多 因为吃太多了 所以只能说点一点点啊 尝一尝 但说实话 它那烤鱼真的超赞 但我们吃不了了 哇 你看那烤鱼太赞了 因为我们没点 就因为我们吃不了 要不然如果没中午 没吃那个 叉烧什么的 就点了 太赞了 起来是火烤 炭火烤 这是石斑鱼吧 你们都是可怜的 要被吃了的 这是什么菜呀 姜汁豆 好奇怪呀 这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 第一次吃啊 就这个菜好好吃 特别像空心菜 然后又不像 这个菜真的很好吃 好奇怪啊 它带一个花 这个花也很好 它这是海鲜大排档 炸鱼 你看我们司机吃的多优雅 人家民饭 把它盛一点这个菜 这款八冬酱蟹 真的太好吃了 用番茄酱 还有辣椒酱炒的 但是就是 低估了印尼人吃辣的能力 这是什么 椒叶烤 辣了 赶紧烤椒 超好吃 但太辣 谢谢 哇塞 这什么黑乎乎的 对 这只可以吃 这只青蟹是不辣的 这看上去像泥巴的 其实是胡椒 还有虾酱炒的 非常好吃 是巴黎岛的一个牌子吧 还挺漂亮的 都是那个 就是花花风 都是碎花风 进来逛逛 今天正好在印度尼家买个衣服 因为我们的箱子救了 现在连衣服都没得穿 过来特别来买衣服来了 这个是一个95年的冰激凌老店 印尼的 然后我们买了一个这个榴莲冰激凌 朋友请客吃的 特别正宗的老店啊 你看晚上现在9点多了 还有这么多人 吃榴莲冰激凌的 超棒 雅加达机场 真的挺负责任的 一直在帮我协调行李的事情 直到我找到行李为止 我们现在去机场了 特别湿啊 它这 就是早上起来起床了以后 被子上流水似的 就是比较潮 感觉印尼人特别特别高兴 特别特别愿意帮助你 就是所有的遇到的 店啊也好 餐厅也好啊 各方面都特别好 我们打车的话 如果打那个Silverbird 差不多是50多万 印尼顿到机场 但是自己打可能还能便宜一点 它主要有一个收费的问题 这是酒店给我们叫的车 然后就还挺方便的 尤其是它Silverbird的 这个车都特别好 都是商务舱这种 就阿尔法的商务舱 然后可以抬脚 就可以拉长这种 特别好 可以推荐用那个Silverbird 如果对车有要求的话 就很舒服 它机场到市中心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路程 利尼还是特别堵车的 所以你们如果出行的话 也考虑一下 不要住太远的酒店 不然进城的话 时间会是很长 你看到了吗 蓝色的警车 龙的特产豆腐肉 还有烧麦 年比烧麦 很好吃 就是印尼著名的沙拉 Gato Gato 这是花生酱拌的各种印尼蔬菜 然后这个也是印尼特色的豆腐 还有那个烧麦 各种甜品 绿色 带一下 搬笼特色的面包 当地特色的 搬笼 搬笼就搬笼 在莫尼黑大学 我们的航班又被取消了 可能得回法兰克服 先到曼谷 可能得住一晚 第二天下午的航班 去法兰克服 这一路相当的拖着 对我对太行都有阴影 我现在有点 现在我们始终飞到曼谷 先飞到曼谷 要住一晚 然后明天还得再看看 哪班航班可以飞德国 或者飞瑞士 其实我做旅游的 还比较有经验 对于取消航班这块 所以我也不太着急 到了曼谷再说 第一次遇到 定一个航班 被取消一个航班的节奏 我们刚才 不是机票被取消了吗 大雪 然后我们现在换到伦敦 飞还好 飞到伦敦 然后再走 现在是11点多的飞机 本来是明天飞让我们 后来我没干 然后就飞到伦敦 现在在曼谷的 这个商务舱休议室 大伙准备上飞机 还不错 这木瓜超好吃 我刚才吃了一个 还有各种泰国的小甜点 在曼谷的休议室 哎呀 差点没跑死我 然后我的行李 现在他们泰国人员负责 给我转机 拖进行李去了 然后我们就还不要担心 行李的问题 今天还好临时 一看到有伦敦的航班 我就赶紧给转到了 泰国的酸辣鱿鱼 真是泰国酸辣鱿鱼 好棒 这个可以 已经改成 漢古飞伦敦了 哎 今天真是慌乱 我们登机了啊 泰航是飞伦敦的 还不错 我感觉比飞德国 那个飞机好 你看比较新 然后我这个是独立 一座 然后是窗户的 腿部空间也是很大 还有充电器这 USB的都有 然后灯 香槟来了 一如既往的享受一杯 就是非瑞士的全部都买了 所以只能换到非伦敦 伦敦可能需要签证 很多人没有签证 所以没有买 化妆包 我之前的一样 就是花不一样 可以留的 这个化妆包还蛮好 东西也一样 先是开了一小时三文鱼 然后这个是奶酪 非炭奶酪 然后还给它煮入坚果 这个坚果还蛮好吃的 就快来了蟹肉沙拉 鱼子蟹肉沙拉 看着还不错 再拍着个小蟹肉 然后就有一个河牛 很可爱 你看我点的真的是河牛牛肉 这不是澳大利亚火八个鱼 河牛牛肉 咖喱 所以今天这个牛肉是合你我做的 我尝一尝咖喱牛肉 好棒 咖喱 好好吃 咖喱喝酒 刚才吃放了奶酪 但我实在吃不了了 然后就没拿奶酪还有葡萄 现在上了一个芒果冻米饭 我真是泰国航空了 准备睡觉了 躺平 睡觉觉 吃完饭 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 快点起来了 喝杯咖啡 没点早餐有点实在生下去了 他们早餐都可以有泰式的米糕面 太好的早餐还真的不错 不错 台国的热面桥 热桃桥 正好可以看到塔桥 对 塔桥 太不舒服了 好轻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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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